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2号 孤雨之后的第三天了 关于上海车展那个姓张的女的跳到车顶上大喊 刹车使令 那个时间最近有新进展了 这个进展是一个关键性的步骤 什么步骤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介入上海车展 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 这信息重要吧 我早就介入了 我早就发了一条一条东西 但是你介入算怎么回事啊 没有用的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才重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啊 代表的是中国政府 责呈河南省 责呈上海市 相关的市场监管部门 下的指令核心关键词是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你看 事情定性 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知道吧 此前是特斯拉一直对外说 你说 你说有毛病 你提证明 你提供证据啊 你拿证据啊 你怎么证明啊 要这个女车主提供证据 女车主 男车主 哪个开特斯拉的 能够给出证据来啊 对不对 证据在你后台 他怎么能给呢 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出面 倒过来 怎么倒过来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强调 企业 说的是企业啊 特斯拉是个企业吧 要切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是你的责任 要你啊 要你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服务 河南省啊 他这个呃 叫郑州市吧 郑东新区市场监管管理局 马上就传达总局的指示下来 责令 责令特斯拉汽车销售部 叫郑州的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要无条件的 注意啊 无条件的 向张女士提供 该车发生事故前半个小时 完整行车的数据 你提供 提供给谁 提供给张女士 还不是提供给第三方 这都很重要 无条件的 请注意措辞啊 第一是责令 第二是无条件 第三提供给张女士 第四指定时间段 要求特斯拉必须提供事故 发生前半个小时的完整的行车数据 本来嘛 这事行车数据在哪啊 在你家特斯拉后台 对不对 你要消费者提供 你这不是难为人家 人家提供不出来 你就说你没证据证明啊 我后台很好啊 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对不对 电大七克 老百姓普遍这么认为 也是有一点道理的 特斯拉体验中心店 当地的那个店 现在态度也软了 原来不是一直挺横吗 大家知道不知道 特斯拉的很多车主的反应 特斯拉这个企业很怪 怪在什么地方呢 怪在它没有售后服务 没有专门的接受投诉的部门 它有售后服务部门 那你好 没有专门接受投诉的部门 这在哪个企业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 特斯拉没有 为什么没有 那不知道 反正没有 那投诉给谁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又非常简单粗暴 告诉你 我们看了后台数据 没问题 是你的问题 那你说作为车主他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 难怪就气急败坏 对不对 要你出了事 差点死了 老爹在车上 惊魂未定 然后你去投诉 人家这种态度 我们后台看了没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一会说超速了吧 一会说路况不好吧 一会说你自己怎么着吧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你操作错了 作为车主啊 我想 什么好的脾气也可能会很搓火 这次软了 这次是一个售后表示了 说我们 是 是 是的 我们18点 我们已经收到了 郑州市新农区市场监管局的通知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调查 向市场管理部门 还有向第三方监督机构 提供车辆发生之前的 半个小时的完整行车记录 您放心 我们一定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一出面 态度都变了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你知道吗 甭说是你们家呀 蚂蚁怎么样 阿里怎么样 大蚂蚁爬也爬 小蚂蚁爬也爬 金蚂蚁爬也爬 遇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几部门月一约谈 那立马就老实了 态度好得出奇 这次特斯拉半夜 发表服软的道歉书 再一次向车主道歉 估计也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要出面有关系 国家力量 对吧 就在今天早晨 我刚刚看到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功能 这个东西还真是不能随便试 美国有两个人 两个人 就是想试试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 谁没好奇心呢 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骑自行车 那那过瘾的 那时候谁有自行车 是吧 现在很多时候开 据说 自动驾驶 你给他设上导航 然后你他自己开 咱们哥俩该怎么着怎么着 好家伙 这两个人就试了 这两个人是谁啊 一个是美国休斯敦市的一家医院的58岁的麻醉科的医生 叫沃尔纳 另外一位呢 是70岁 现在是谁还没太弄清楚 身份还上代进一步得到确认 两个人开着特斯拉就上路了 上路以后呢 特斯拉撞树了 两人上了路 特斯拉撞了树 撞树 然后呢 着大火 两个人现在就走上了不归路 两个人上车以后 后来就发现着火了 这火也奇怪 特斯拉里面什么东西好着 着了四个小时 烧得干干净净 后来警方就发现 这事奇怪 开车的怎么没在驾驶的座位上 也没在副驾驶 两名死者分别坐在后座上 副驾驶有一个 有一个坐在副驾驶上 有知情者透露说 听见了 我们听见了 他们两个开车之前 他们两个刀骨说是要试试 特斯拉的自驾功能 这件事 外媒报道太多了 这两天都是报道 外媒综合报道 照货的车是2019年出厂的 叫Model S车款 车辆因为车速快 拐弯的时候 知空就冲入车道 然后撞上路边的大树 然后就起火 然后导致两个人不幸身亡 这件事 我告诉你 跟我们上海姓张的 这个女的 冲到那个车上面去 那个大海 刹车使令 那还不一样 这次马斯克出面了 针对外界质疑 说这个自动驾驶的问题 马斯克说了 事故车辆没有打开自动驾驶系统 这是一句话 事故车辆没有购买全自动辅助驾驶 马斯克说 到目前为止 特斯拉所取得的所有的车辆记录 发现事发当时 这车呢 你没启动自动驾驶 我是能自动驾驶 你没启动啊 对不对 而且这车你没买 这个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辅助驾驶 这个系统 这软件人家买 你得花钱 对不对 所以马斯克说的话呢 简单来说就概括一两条 第一条 死亡的原因是操作失误 第二条 你钱没花够 该买的东西你没买 这很气人 这很气人 很多中国网友对特斯拉 那个女副总啊 那个表态硬邦邦的 不尽情理 觉得有点不太好接受 现在看起来 特斯拉这种强硬的态度 不单单是针对中国消费者 到目前为止 你还没有听到 马斯克关于上海车展 中国这个姓张的女车主 她这个世界到底发表什么样的评论 我估计也不见得能好听 也许啊 在所有的事情里 特斯拉真的没事 都是车主的事 不是车主的事 就是路面的事 不是路面的事 就是电网的事 不是路面的事 就是剪辑的事 毕竟特斯拉每年卖出去这么多车辆 因为操作所造成的事故 单拎出来 肯定不少 你误操作 你怎么能赖 怎么能赖 能赖特斯拉呢 说这话 这话您赞成 我赞成 这是一个人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但问题是 网友的问题是 假如有些事情 真的是你 特斯拉产品自己的问题呢 你这有问题 会不会承认 你现在是打死也不承认 刹车失灵问题 只是说是沟通问题 你刹车失灵 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假如真的是你的产品的问题 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毕竟 如果刹车的硬件没问题 那软件 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呢 软件bug 难道不是常见的吗 现在的麻烦在于 数据在特斯拉后台 靠谱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少之又少 还有更搞笑的是 你检测 你要证据 要特斯拉给你提供证据 特斯拉给你提供证据 能够证明 特斯拉自己有问题吗 对不对 有人老觉得 我支持那个车主闹事 我不支持 我尤其不支持 他跳到车顶上去 我虽然不支持 但是我同样也认为 他这种行为 你说就抓起来了 抓就抓吧 你还让他身体失衡 对不对 像滴落一个动物一样 标情大汗 然后呢 那么多人围观之下 周末悔悔之下 知道瞬间要传遍全世界 你这样一种态度 然后呢 还把他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 如果做得很对的话 你也不给我们好好解释 你的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样做的结果 究竟是维护了中国的法治形象 还是这种事情 折射出了更多的复杂的解读 我觉得这种事情啊 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个女士 已经为她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行政拘留五天 写检讨书 对吧 但是特斯拉 会不会也因为这件事情 付出代价呢 特斯拉股价下来了 这算不算代价 针对这件事 特斯拉的中国区副总裁 在检讨 在昨天晚上半夜检讨之前 他的基本的表达是 近期的负面都是他提供的 都是他攻坚的 我们没办法妥协 我们自己的调研显示 90%以上的客户 都是愿意再次选择特斯拉 近期的负面新闻 都是他贡献的 绝不妥协 这种话呀 引发网友的议论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因为怎么可能负面 都是他贡献的 这女的你怎么对他 有这么高的估价 对不对 而且呢 把这些话说出来 是不是给人一种印象 好像他回应的不是自己的消费者 而是把这名维权的车主 当作对立面 当作敌人在反击 事实上 这个车展还是发生的事 是偶然的吗 这位车主此前 维权多次了吧 上个月 特斯拉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声明 针对这事 用来解释 对不对 从特斯拉方面的叙事来说 那自己完全没责任 就是张女士 张女士在跌 那个老头 违规驾驶 违规驾驶 导致交通事故 特斯拉的刹车功能很正常 那边说刹车使令 这边刹车很令 刹车使令 刹车很令 那你这件事怎么办 能面对这种情况 那就对国家有国家方面介入 所以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介入了 特斯拉态度立刻就180度大转弯 就关于刹车功能这事 特斯拉你坚持说 刹车功能是正常的 刹车功能正常 是刹车功能正常 还是别人反映刹车功能正常 你们特斯拉认为刹车功能正常 刹车功能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 张女士那个车出情况 是在是证明了刹车功能正常 还是 这事 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 大大小小发生这么多事故 怎么证明刹车功能是正常的 因为不是一个特斯拉发生这种事情了 国内国外都有 最简单的 特斯拉的证明方式很有效 后台数据证明 是正常的 后台数据证明刹车是正常的 它就是正常的了吗 后台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 由谁来证明呢 你自己出厂销售厂家 你证明它正常 它就是真的正常了吗 汽车这个玩意儿 它不是个大玩具 它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 不仅有电脑系统 还有千差万米的情况 还有呢 你必须的保留的相关的机械方面的那样一组部件 你如何用后台的一组你提供的数据证明是驾驶人操作失误而不是你特斯拉的问题 这都是问题 也就是说这事呢是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这事可以做多项度解读 而不是能由特斯拉方面自个儿一说就完了 现在我们发现了不但是中国区域副总裁说话硬邦邦的非常简洁很怼人呢 而且呢马斯克说话那就更厉害 一钱没花够 二你根本没启动 我问一个愚蠢的问题啊 我现在是第一我本来脑子就不太好事 第二我智商不高 第三我根本就不懂汽车 第四我对马 马斯克你们干这活不了解 我电脑忙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马斯克先生 你说他根本就没有启动自动驾驶系统 那车是怎么开出去的 没有启动自动驾驶系统 那车怎么开出去的 一个坐在副驾驶没开车 一个坐在后座没开车 一个70 一个50几岁 麻醉医生把自个儿麻醉了 还是麻醉医生把你们特斯拉汽车给麻醉了 他没启动自动驾驶 他怎么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没有进入自动驾驶状态 那这车是怎么装树的呀 还有 这个这个车撞了树 他怎么就会烧起来 撞了树之后就会发生自然 而且烧起来也就算了 你烧20分钟不行啊 你烧半个小时不行啊 四个小时 烧什么东西烧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隔壁王奶奶的老母鸡都顿手了 对不对 鸭子嘴 鸭子嘴顿不手 四个小时 所以我老是觉得在特斯拉的这种售后服务 至少 我们姑且承认你们科技先进 那你们这先进的科技在和消费者解读的过程当中 沟通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没讲那么清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目前啊 所谓自动驾驶的市场上 特斯拉是代表最先进的吗 还是特斯拉口气很大 宣传的最响弄的一部分人误以为你们是最先进的 如果你们是最先进的 你们为什么屡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呢 事没完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我们倒看看 张女士这车的事怎么解决 原来人家要退车你们不但不给退 你们叫张女士修好了再把它卖了 这个特斯拉呀 我是觉得这个公关团队呀 一定要好好去培训一下 学学怎么说人话 对不对 要说人话 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 日本人为什么老鞠躬啊 就是因为他给别人带来麻烦 不带来麻烦的时候 他也下鞠躬 特斯拉你学学日本人鞠躬 说软话好不好 当然了 日本最近撕破脸了 这是我下期要讲的 感谢收看 本期节目下期见